我说第一次相亲不能委屈这个女孩子 我说你想吃啥 我让她选 她选了一个吃那种日式料理的那种 也是好贵 吃了500多块钱那顿 吃完之后她也是吃得有口有嘴的 我说咋俩你姐咋俩合不合适 她说我慢热 我现在的话还不知道 慢慢看吧 然后她说完慢热行 我当时我就 我说今天这顿你请 她说我出来相亲就没有请过 都是男的请 我跟她讲 我说我相亲也是女的请 我也没请过 她说那怎么办呢 她说我不会出钱的 我说你不想出 你就来骗吃骗喝了 她说我怎么叫骗吃骗喝 我们女孩子 我们不公平啊 我给你出来吃饭 我还给你A这 她说因为男女不平的 因为女性要生孩子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生了没有吗 以后你能确定 你以后生的孩子一定生我的吗 她就说不出来了 我说那我跟你讲 那我们男的以后也要买车买房 是吧 我的压力比你还大 后面她就破房了 她说你的车房 你的车房是为我买的吗 我说那你拿生孩子来警告我 你生的孩子生我的吗 你凭什么让我买当 我当时是婚戒所介绍的 那女的直接跑婚戒所 直接退废 然后那婚戒所直接把我拿黑了 那么像那四个全是这种 然后婚戒所还骂我 她说你来骗吃骗喝的吗 我说你连你们婚戒所 三观都不正 我只是要求AA 怎么难得要求AA 她在婚戒所 她都骂你来骗吃骗喝 那么婚戒所三观都不正 你知道什么 这叫爱自己 这叫公平 对啊 爱自己和公平是什么问题 但是你这个情况 你这个情况 叫什么叫唤醒大家 功不可没 是很大义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大多数人像你学的 我估计也够呛 我也看了 你的视频后来我也看了 确实每次好像都是女的买 特别是你好像全国各地板跑 跑到女的国去 对我现在走遍全国 就是女主播啥的 必须女的买 你不能惯着她们 你必须让她们花点钱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前段时间去寒州 女主播机票也是她们买的 回来我发现 我卡上多了5000块钱 她们女生 她不是不喜欢渣男 女生她是很喜欢 有人格魅力的 有人格魅力体现在那里 你身边的女人越多 说明你越有人格魅力 你看我天天 今天聊这个 明天聊这个 今天这个见女主播 明天跟那个女主播见 她们就觉得 我好有人格魅力 那么就都想试一下 你如果跟一个女的说 你说你啊 我没谈过对象 这个女的一想 废物 蓝图没人要 没人要 为什么要要呢 没人要我也不要 对 没人要我也不要 废物 那么找你干嘛 我了解到的 就我身边很多 已婚的男的 都有女生追 但是我身边那种 没有谈过对象 或者没有女朋友的 那种男的 他去追 还追谁都追不到 已婚的那种 还有好多 好多单身的小姑娘 这叫三选成本 他三选被选过来 三选成本是最低的 你就像吃饭一样 你那大街上 哪家餐馆排队的人多 你就非那家不吃 你没人的 你都不吃 我跟你讲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这么说 钱会流向不缺钱的人 爱会流向不缺爱的人 对 对